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加东时间2023年11月10号星期五 这几天有一条消息非常抢眼 说深圳的房价出现了 踩踏式的下跌 卖家正在恐慌性的抛售出逃 这可不是我在这儿黑中国啊 而是中国门户网站的公众号所登出的文章标题 一个叫做资本信条的公众号在他的文章里说 近期深圳房价出现了大幅度下跌 给市场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他给出的例子是 保安区中芯片区一个叫做花样年华郡的楼盘 他的房价最大幅度下跌了55% 从高峰时期的420万至430万元 下跌到了185万元 保安区的另外两处楼盘 金虹凯旋城和柏林军瑞的房价 也下跌了38% 文章当中又列出了其他几个主城区的例子 比如南山科技园区的几个楼盘 价格下跌了从34%至41% 福田区几处楼盘的价格下跌了从27%至45% 在罗湖区几处楼盘的价格下跌了从37%至45% 那么从这个文章所给的信息来看 似乎深圳市几大主要城区 罗湖区 南山区和福田区都出现了房价的灾难性下跌 那估计很多朋友看到这想到的问题会和我一样 就是这个房价跌多少算崩盘 它会造成这个市场整体性的恐慌性抛盘呢 答案是没有答案 那要看这个社会的负债杠杆率有多高 如果房屋的持有者普遍 贷款的额度都很大 那也许这个房价跌不到20% 就会让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处于当富翁的边缘了 这个富翁是富输的富 富债的富 就是这个房子的市场限值 还低于你没有还完的贷款呢 那作为资产你持有这个房子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如把它卖掉 拿着现金去租房了 但是呢就像这个在不同海拔和不同的气压下 水的沸点温度不一样 是同样的道理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 说这个楼市要价格跌多少算崩盘 这个沸点也不一样 有的地方可能跌个不到20%就崩了 有的地方可能能跌个30%40%呢 比如我所在的加拿大 最近一次房地产崩盘发生在1989年 但是由于加拿大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体量比较小 它一旦进入下跌的周期以后 就会是比较长的周期 所以加拿大那一轮房地产崩盘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 号称最能扛跌的多伦多的房价 在那一波当中跌了27% 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造成美国整体房价跌了大约20% 最能扛跌的纽约房价 平均是跌了10% 至于当时美国中小城市的房价跌破40% 50%的 那有的是 如果一个国家有多个城市房价都在下跌 平均跌穿了20% 在我的印象中 这就应该算是进入系统性的灾难了 那就基本上这个国家就没有哪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 它单单扛得住了 如果深圳这种中国最能够扛跌的一线城市之一 都出现了30%至50%的这个降价抛盘 那说起来就是非常恐怖的 这种状况蔓延开来就会比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 泡沫 那个惨状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我们目前能够拿到的资料确实很有限 这个公众号所给出的是部分二手房的价格 我们并不知道它抛售的数量 也不知道这些楼盘 是不是在市场上有价格标杆作用 在中国大家都是盲人摸象 没有人能够取得全面而且详细的数据 那我们只能大致从感觉上来说 如果这些低价抛售的住宅单位 都位于深圳市的主城区 那肯定会有强烈的刺激和示范作用的 在我做今天这集节目之前 先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帖子 就请教了一下在深圳的推友们 这个公众号文章当中所说的 踩踏性的抛盘到底有没有发生 我得到的反馈大致有这样几类 有一类推友是说 确实有些房子价格在狂泄 另外有一些是阴跌了好长时间 比如有一条回复就说 福田保税区的房子 年初500多万元挂牌的时候 还有人来询价 后来是470万出售 比2021年的高峰期是下跌了三分之一 那根据这条反馈 就是说这个文章里所说的 这个降价幅度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还有一个推友回复说 一平跌了三万 挂一千万的房子 现在八百万都出不了手 那也就说这个实际成交价要低于挂牌价的 20% 那这样看起来那个公众号文章里面说的也是符合实情的 还有一类反馈是说 虽然不了解这个深圳房子的成交价到底是多少 但是租金下跌非常明显 一个推友反馈说 在南山区后海片区的租金是降了40% 还有一位推友说 自己在南山区的房子在疫情之前 一个月能租两万块钱 那现在呢 是租一万二都困难了 确实这个租房市场价格的变化 也能够曲折的反映房屋的售价 正因为很多人 他如果想卖房子 就得降价超过心理预期 他就舍不得暂时就由出售改成出租 就增加了 出租市场的供给量 压低了租金 如果他当下就要出售成交的话 那当然卖价就要打折更多 还有一类推友的反馈是否认 就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降价抛售 但是从多数反馈来看呢 深圳房价面临着大幅回调的压力 它应该是发生了的 另外我们找一个参照系对比一下 就是和深圳一枪之隔的香港 香港今年九月份成交的房屋 账面亏损普遍达到了10%至20% 个别次行盘亏损达到30% 如果香港都已经跌成这熊样了 深圳的房价跌个两三成 看起来也是相当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传出了 深圳二手房价格暴跌的消息呢 我推测 这是和深圳近期传出 政府会取消二手房限价政策 这个传言有关的 我所查到的深圳房地产业者给出的消息是 在这个认房不认贷的政策落地实施之后 深圳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销售量 是继续低迷 没有什么复苏的迹象 最近几个月 深圳每月房屋成交量 仅2000套左右 大家想想深圳这么大一个城市 一个月只成交2000套房屋 这是个什么概念 深圳的常住人口是大约1760万 香港的常住人口是不到750万 而在香港 还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吗 就香港这个地方 9月份 成交了3893套房屋 而深圳呢 你看这么大个城市只成交了2000套 那也就意味着深圳这个房地产市场 基本是处于中风偏瘫的状态 基本上是没有活力的状态 9月至10月份是中国大陆传统上的房地产销售旺季 结果是继续冷淡 所以这个旺季一结束 你看不管是这个房屋业主 还是地产商 还是政府 这三方就都坐不住了 于是传出了会取消二手房限价的流言 有人说这个流言刚传出以后又被叫停了 有人说是已经在偷偷实施当中了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 二手房业主的恐慌性降价出逃 哪怕是在深圳这种 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当中 房地产市场的信息也是相当不透明的 没有媒体和分析机构 发表那种动态的和全局式的房地产数据 所以我们这儿呢也就只能综合不同渠道的 消息反馈来和大家聊 也包括了一些不太靠谱的小道消息 如果有不准确之处呢 也请大家在留言当中纠正 我不知道本频道的常客是否记得啊 在几个月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 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就是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当中 哪一个房价先崩 我的推测是深圳 当时有很多观众还表示不赞同 那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预言有很大可能又要应验了 深圳的问题在于它比起身边的广州 它的房价高出去太多了 去年深圳成交房屋的均价 比广州高了60%至70% 在深圳的居住成本太高 可是这座城市的优势却在流失 首先中共高层是想让深圳接香港的棒来着 把它打造成为金融中心 可是它哪竞争都过新加坡呀 对吧 所以香港衰落了 是新加坡崛起了 就中国国内来讲呢 深圳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也比不上上海 A股的交易中心在上海嘛 那作为航运中心来讲呢 深圳港又排在上海港和宁波港之后 中国对外贸易良了以后 那么贸易从业者这个高净值人群在深圳 它也萎缩了 作为科技中心来讲呢 其实严格的讲中国并没有像美国的硅谷 西雅图、奥斯汀、休斯敦这种 对于科技创新型企业 特别向往的乐土 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地方 仅就中国国内对比来讲 深圳比起广州也缺少优势 它没有广州的 中山大学、济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这样的智力资源 深圳甚至没有本地的985和211大学 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呢 深圳都缺少条件 支持它比广州高得多的房价 那我们再来看人口和经济体量 深圳的常住人口是1760万 上海是2400多万 北京是接近2200万 深圳人口要少得多 2022年深圳市的GDP是32000多亿元 上海是44000多亿元 北京是41000多亿元 所以深圳的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又落在 北京和上海后面 它市场体量小 而且呢又缺少忍性 房价又这么高 所以在一线城市 深圳的房价先hold不住 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当然还有一个心理因素是不容小觑的 就是今年国务院第14号文件 所释放的那个防改的方向 是要实行保障房和商品房 并行的双轨制 刚需有保障房 改善性需求有商品房 因为要拿走这个 低工薪阶层的刚性需求 这一部分吗 政府要拿去接盘了 那当然 二手房市场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大 那我觉得这也是 促成10月底至11月初 深圳这波 恐慌性抛盘的 原因之一吧 真等到保障房推出以后 那二手房更卖不起价了 所以现在很多房主认为 就赶紧降价卖了吧 说到这个 新一波中国房改啊 咱们上个星期刚做了一期节目 讲这个中国房市政策要大拐弯 就有很多人留言说 这个保障性住房 不是提了有好多年吗 好像每一年文件当中都有提到这个概念 它早就有了怎么算是新政呢 还有人说 那不就是中国要走新加坡模式吗 说中国的房改要走新加坡道路啊 我觉得恐怕是这部分朋友想多了 确实有点自作多情了 就像以前说中国这个经济衰落以后 我会进入日本失去的30年啊 我说你想的太美好了 哪能像日本的30年呢 朝鲜失去的30年还差不多啊 那现在说这个中国房改 就要走上新加坡式的道路 我觉得是这个同样的过于美好的设想了 这样看起来呢 关于这个房改到底是什么问题比较多 还需要专门解释一下 2023年国务院发的第14号文件 所提的这个保障房 并不是大家之前所理解的那个保障性住房 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很强的特点 就是大拐弯的时候吧 有很大改变的时候 它往往是沿用之前的名词 你一听好像这个说法很久以前就有了 好像是没有啥大变化 它要达到的是这个效果 典型的比如1990年代的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当中 把裁员失业说成下岗代岗 90年代的韭菜一听 下岗代岗 以为就是他们所熟悉的 这个国企内部的岗位调整 没啥大的变化 心里还比较平稳 可是当时那个国企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呀 实质就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而下岗代岗是啥呢 就是无补偿或者极少补偿的裁员 但是你要第一天就提裁员的话 那韭菜就该怒了 就应该到处闹工人运动了 当时的国有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当中 裁员是用了另外一种名义 叫做买断工龄 其实也就是补偿比中小国企高一些而已 总之当时除了裁员这个词不能用之外 发改委的官员们就挖空心思 去过去的词典当中去找老词赋予新的含义 那这就是有大变化的时候用不变的词 那另一些时候呢是不变的时候用变化的词 比如全过程民主 你一听以为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不仅民主还全过程了 但是你又自作多情了 最好的情况也是原地踏步 即使有改变 那也是往反民主的方向变 还有深化改革这个词也是用到烂大街了 你一听深化改革文件当中就出现这个词了 你以为有啥大招呢 不过就是把精简行政程序 把几个部给合并了 就说成深化改革了 那这是实际不变 但是用大变化的词 让你觉得它好像做出了多少多少努力 有多少政绩 而今年的这个保障房 它是第一种情况 是有大变化 但是用老词 中国过去文件当中所说的保障性住房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公租房、连租房、保租房和共有产权房 这么几大类别 那这个词一多解释起来就特别麻烦 咱们今天呢不得已要解释一下 还是尽量重简吧 简单的说 公租、连租这几类租赁性质的房屋 是政府规定这个房子的建造标准 对租金呢做出了上限的规定 或者说给住户有补贴 那这几类概念针对的对象有可能有所不同 比如上海的公租房申请者 他就需要有上海本地户口 你没有本地户口是外来的人呢 可能就去申请连租房 那这些政策在执行的时候 细节上地区之间都有差异 比如上海的公租房政策和武汉 可能就会有细节差异 所以我们都不用细抠 共有产权房指的是政府和购房者共同拥有产权的房子 他们的建筑标准呢 是基本上等同于商品房 但是价格低于同地段的商品房 这个购房者呢 由于和政府共同拥有产权嘛 所以他未来出售房子的时候 要受到很多限制 比如你必须持有至少5年才能够出售 你出售呢 只能够卖自己那部分产权 还不能够通过 一般的房屋中介来出售 只能够在特定的网站上去挂牌叫卖 等等 还有许多限制啊 因为中国大众一般只关心和自己生活有关的那部分 所以对于所谓各类保障性住房的类别 细节的规定就很少有人全面了解了 所以也很容易忘文生意产生种种误解 那对于这个14号文件的本质 也就缺少了解了 那这个14号文件本质和之前的保障性住房 有什么差异呢 咱们简而言之一句话吧 就是之前中国所说的保障性住房 它不是用来租的 就是你只能够拥有部分产权 没有人能够拥有完全的产权 更加本质的一条啊 就是之前的那些保障性住宅 它只是商品房的补充和点缀 其投放的数量都不足以影响到 商品房市场的大盘价格 政府和开发商那是穿一条裤子的 人家心心念念就是哄着你 赶着你 骗着你 掏空所有的钱包 去买商品房 那这个意思我觉得我应该说明白了 而这个14号文件所提的保障房 是根本性的改变了这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产权 名义上未来的保障房 是你买的 你是有产权的 只不过它的流通和商品房 是分开的两个体系 是不能像商品房那样用来投资赚钱 是剥离了金融商品属性的 这是双轨制这个词意思的来源 另外一个目的呢 就是确实现在推出这个保障性住房 是要挤出商品房市场的泡沫 就是要压低房价的 为的是释放工薪阶层的消费力 以及让年轻人有心 结婚生拔 那这两个根本性目的 和过去推出所谓的保障性住房 就改变了 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意思解释清楚了 接下来再说新加坡模式 有些人说中国要走新加坡道路了 咱们又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政府所主导建设的这种 福利性住房叫做祖屋 在新加坡商品房是叫做公寓或者别墅 政府建的祖屋拿来出售 它的价格会比商品房便宜一半以上 当你申请买祖屋的时候 支出是包括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是你的首付 这你得自己套钱 不低于15% 而且还要交印花税 声明一下我的信息主要是来自于网络 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 因为我毕竟不是新加坡人嘛 还请新加坡的朋友们纠正 第一你是要支付首付和印花税 第二部分的开支呢 是向政府申请到的各类补助 补助能够拿到多少 是依据你的收入情况 和家庭成员情况来定的 第三部分就是贷款 贷款最高可以贷到80% 新加坡有一个政策 就是为了鼓励子女和父母同住 或者说住得很近 子女照顾父母 所以对于选择 和父母同住以及近居 这样的家庭提供额外的补助 其实这算是一项德政 也体现了儒家伦理 中国如果真的要学新加坡模式 你好好学学这一条是不是 那为什么说 把中国的这个房改设想称 新加坡道路是想多了呢 因为在新加坡房屋存量是二八开 住祖屋的人是占了八成 买商品房的只占两成 新加坡居者有其房这个政策 是人家从建国之初 就开始稳步实施的策略 所以祖屋这个流通市场 和商品房这个市场 是共同发展成熟起来的 是经过多年的动态调整 行之有效的 而社会上的需求各归其位 该买祖屋的买祖屋 你有能力买商品房 能出得起更高价格的 就买商品房 至于买祖屋怎么个补贴法 怎么个转让法 针对不同的需求 形成了 各自的政策体系 它就不会有彼此轻压 彼此伤害的情况 是井水不犯河水 就这一条啊 是中国的房改 肯定无法做到的 因为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存量 都是商品房 城镇家庭的主要资产 也是在房子上 主要的矛盾是在于 房价脱离了人们的收入水准 造成了无解的难题 这里得说一下 很多人对中国房地产 引起的根本矛盾 表述是不对的 说这个矛盾是在于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啊 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子啊 你干啥一定要买房子呢 买不买房本身是个观念问题 你不买房一直租也是可以的 这个根本矛盾其实是在于 高居住成本抑制了消费 还有抑制了人们生育的意愿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居住成本在消费支出总额当中的比例 给打下来 它也就意味着不管是房价还是 租金的价格 都要被打压 可是中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的比例高达73% 如果大城市房价下跌以后 那么 居民们 财产也就缩水了 那那些在 比较后期高位接盘的接盘侠们 房子就会成为他们的负资产 父母为儿女留房产作为遗产的 这种 家庭世代间的财富积累 也会被抹杀 它肯定就会 造成这个保障房和商品房的互相倾压嘛 就会引起极大的怨恨 但是不打压房价吧 消费萎缩 又没有未来 房价最后也是要跌的 主动打压房价吧 就要抹杀过去的财富 说无解的矛盾 是指这个事无解 但是由于击毙太久了 其实是拿不出什么政策 让这个 住房市场 无痛回归双轨制的 说 怎么样 一番奇妙的操作 就能够达到新加坡那种和谐的境界 你就别做这个梦了 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不仅 是由于新加坡这个 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个市场是同步发展起来的 已经走过了几十年历程 不仅是由于这个原因 而且人家新加坡 这个保障性住房也还有完善的配套制度 你看人家有强大的政府补贴 贷款又是走的 公积金的渠道 公积金贷款 它的利率是低于商业贷款的 你提前还贷还没有罚款 新加坡的公积金覆盖率 高达95%以上 就这一条中国怎么也赶不上 所以新加坡大部分人 这个住房贷款走的都是公积金贷款的渠道 而在中国 北京算是公积金覆盖率最高的城市了 也就70%出头 上海覆盖64% 深圳51% 一线城市也就这水平 像什么云南重庆 那个公积金覆盖率就更惨了 更别提了 只有20%出头 所以在中国 除了这个新推出的保障房价格低一点之外 也缺少其他 配套的政策 让这个保障房的价格持续可以承担 所以呢 有些分析说 中国要走什么新加坡的道路 只能说你想的太多了 是一厢情愿 也只能说呢 中国未来的房改 是有点儿想学新加坡而已 关于这个中国房地产政策的大拐弯 相信大家的问题还有很多 咱们一期节目也放不下 以后碰到合适的时机再来聊 今天的时事话题 咱们先聊到这儿 明天是星期六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有更新 是谭金女士带来的节目 国保银行事件 小到可以进监狱 这个国保银行是美国一家华人开办的银行 小到可以进监狱是大到不能倒的反译词 说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奥巴马政府要秋后算账 就去惩罚那些不遵守监管政策的银行 在这其中呢 这个坏账率最高的那些大银行没有受到处罚 都逃脱了 反而是坏账率相当低的 华人开办的国保银行受到了处罚 有人说 这是因为国保银行违反了监管的法律 可事实比这要复杂得多 奥斯卡的提名纪录片 国保银行小到可以倒 是探讨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慢 是很值得一看的 这个话题明天在会员网站上 由谭金女士来聊 加入会员的方式是在主页上输入文昭.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会员的按钮 点进去之后有步骤提示 不管您是成为我们的月度会员 还是半年度会员 或年度会员 都可以观看我们过去五年所积累的 大约六百期会员专享节目 那在文昭谭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 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